有一位老人家去世了 他的神识 一般是俗人讲的灵魂 来到阴府阎罗王面前 阎罗王根据老人家的生死 故而判定他的罪业 阎罗王告诉老人家 你在世的时候 可说恶多善少 应该受某种刑罚 老人家当场惊吓得不得了 就哀求阎罗王说 阎罗老王爷啊 你如果早通知我的话 我就可以改过 行善积德 也不至于今天来到这里 受你的审判啊 阎罗王就说了 我早就通知你了 而且不止一封信 两封信 好多封啊 当你头发白的时候 是我通知你的第一封信 当你牙齿摇动 是第二封信 当你眼睛模糊 耳朵听不太清楚的时候 是第三封信了 我通知你已经很久了 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 当阎罗王说完这些话 跪在老人家旁边的 一位年轻人就说 阎罗王啊 你通知他好几封信了 可是你还没有通知我呀 怎么也把我叫来呢 阎罗王就说 我通知你的信也 已经好几封了 当你同班某同学 被水淹死 那是我通知你的第一封信 当你的邻居 跟你同年龄的某某被火烧死 是我通知你的第二封信了 当你的表兄几年前遇到车祸死亡 是第三封啊 你村庄的某位年轻人刀伤而死 某一位少年人因患重病而死 是第四封 第五封信啊 我通知你的几封信 老早就寄出去了 你怎么没有警觉呢 末卫老来方学道 孤焚多是少年人 我们常以为人老才会死 生病才会死 其实不然 无常来临就会死 无论健康 生病 老年 少年都一样 何况 死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 有生就有死 跟死没有缘分的人 世界上一个也没有 这个地球上大约有70亿人口 在一百年之内都会死 当然会有少数还活着 但再多过几年 也非死不可 当我们死的时候 如果是精进修行的人 或许不至于堕落三恶道 还可以出生人道继续修行 或者他愿生极乐世界的心事决定性的 且一向专念拿摩阿弥陀佛 他就会往生极乐世界 不然的话 所有的人死亡的时候 他的神识一定会再受阎罗王审判 再受六道轮回 在佛门里面 所谓老是学佛 老是修行的人 必定有一个重要基础 就是无常观很重 所谓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并不是等到人老或者重病 才想到无常 即使年纪轻轻 身体健康 他也会觉得无常就在眼前 这就是无常观深厚的人 他会积极地去学佛 修行 如果不精进的话 是不可能成就的 何况要在今生今世解决生死轮回 那非修行不可 因此可知无常观的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